巴赫姆特前线激战 背景炮声震耳欲聋 乌克兰士兵排片报平安 誓言将会死守领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坚定 在巴赫姆特决不撤退 更下令增援军力对抗敌军 因为要答应还有胜算 士兵连线接受外媒访问 宣称俄军在巴赫姆特没有进展 也间接证实驻俄的瓦格纳 佣兵集团创办人说法 我们要说我们是乌鸽 所以我们不允许军 我们不允许军 如果现在鲁克兰总统 离到巴赫姆特 连普利格金都担心 钥匙打输将被猎物 遭求后算账 而杰恩退役将领分析 瓦格纳恐怕也撑不了太久 现在又有滥杀影片曝光 死守当地的乌克兰老兵 说完荣耀归于乌克兰在荒野遭枪决 仗迟时打不赢 俄罗斯大兵干脆拿俘虏人命出气 TVBS新闻从不倒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